加拿大的失业率是在13.7% 是有纪录以来是40年来的最高 过去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总共失去了300万份工作 有250万份工作需要削减工事 而我们的economic outlook 我们的经济前景 就是全世界的经济是会在本年收缩3% 当然如果疫情受控的话 最乐观来说 经济是可以逐步逐步来到复苏 但是这件事到底会不会发生 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 就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 任何的机构、任何的公司、任何的生意 包括教会也不例外 在这个时候一定是面对着财政的危机 有危就一定有机 或者跟大家说一下危是什么 机构在哪里 危的地方当然就是 其实大家都看不通前面到底会是怎样 我们究竟说复苏复苏 何时会复苏 到底大家何时会找到工作 有没有工作是否可以全部都回来 在这个时候 正因为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其实我们都考虑到我们需要削减开支 这是肯定的 以至到我们能够保留一些现金 但另外一个更大的考虑就是削减员工的开支 因为确实的 员工是教会里面的开支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教会是投放了很多资源在同工的身上 当我们看到其实大兄姊妹在这段时间 有些的生意是很艰难 有些被迫要停业 有些是拿着EI 有些是削减公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想 我们都需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共度时间 是教育团队主动来提出这件事的 教育团队就向执事会来商量提出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在这段时间 做一个work sharing 参与一个work sharing的program 即是说集体所有同工都一起 是削减一个公事 我们总共于是乎 就会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工 百分之四十的人工 希望因为这样 我们可以保留到一堆的现金 那执事当然会考虑到同工的生活 但是也都考虑到 现在这一种不明朗的因素 执事会也都同意 我们就在这一段短暂的期间 我们就暂时去削减同工的生酬 那希望就是说当东西复原 当一切回复一个稳健的水平的时候 我们就会重新将所有的同工的生酬 是回到百分之一百的水平 这个就是那个例 那说下那个机又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很黑暗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时间 这个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盼望 最需要帮助的时间 正正在这个时间 但教会是应该起来 教会是应该回应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最应该 向这个世界展现慷慨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时候慷慨 我都想不到到底何时 我们才应该去实现去慷慨呢 我们想起耶稣在福音里面 而不停地教门徒的其中一个 他讲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慷慨 于是乎我们就在五月份 发起了一个多走一步的慷慨行动 我们就说既然这个世界是一个 这么艰难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proposal 我们不如就将五月份 所有的逢宴收入全数捐出去 给四个人道的机构 这些人道机构 包括有一些是世界性的 有些亦都是温哥华本土的人道机构 我们就和执事会这样来提出 执事会亦都支持这个行动 我们亦都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异象 于是弟兄姊妹就参与在 这个多走一步的慷慨行动里面 当我初初思考的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向上帝的讨告 我就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五月份 比起我们平时的收入还要多 那就好了 我们平时的收入还要多的意思 就是我心里面有个数 我心里面在想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十万 一个月有十万加币 那就好了 好了五月份过了 大家都很紧张 到底结果会是怎样 结果就finance team 算了出来 我们总共五月份的收入 是九万八千四百多元左右 这个不是一个最高的数据 但是却是一个超越 平时我们的水平的数据 我心里面都很感恩 我觉得九万八千四百多 就是差不多是十万 当中亦都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不单止教会里面的 弟兄姊妹响应 其实在世界各地也都有 弟兄姊妹听到我们的呼吁的时候 他们回应 所以我很想在这里 多谢大家 这么慷慨的来支持 那踏入六月 踏入七月 就进入那个真正的信心的考验 进入那个真正的爱心的考验 就是因为我们五月份 已经奉献了出去 那我们肯定五月份 会有一个deficit 但是到六月的时候 到底我们能不能够追回一些 或者起码到八月的时候 我们能够追回 这个就是有赖弟兄姊妹的爱心 和大家的信心 在这个时候 趁着还未去到那个位置 我很想分享我现在的一个感受 我现在的感受 我记起先排 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讲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保罗就劝勉哥林多的教会 要慷慨地去捐献给 有需要的耶路撒冷的教会 保罗就这样和哥林多的教会说 他说神能把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上 常常充足多作各样的善事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什么特别 这句说话 我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 我就很少见到 保罗会在一句这么短的说话里面 是重重叠叠这么多个量词 这么多个量词在一句说话里面 我再读多一次给你们听 神能把各样的恩惠 all grace 多多地加给你们 然后使你们在凡事上 in everything 常常充足 always in all sufficiency 多作各样的善事 every good deed 保罗将这么多个量词 一次过摆在一句这么短的说话里面 他想表达 我估他想表达的就是 你愿意去做一样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神就会不断倾盘地倒下来给你 以致你能够做更多慷慨的事 因为这是令到神最快乐的一样东西 这是最能够反映上帝的圣情一样东西 in fact 保罗跟着再说下去 他就是exactly就是这么说 他说 你们有种子的 如果你不将那些种子收起来给自己 但是你分出去 散掉到田里耕了它 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收成 于是乎你会收到更大的种子 如果你又不将它收起来 你照样将它分出去 然后耕种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丰收 你越来越丰收 然后你越来越多种子来滚下去 其实in fact 在保罗的心目中正正就是这样 就是generosity是有一个snowball effect的 就是上帝加给你的snowball effect 就是你愿意慷慨 上帝就加更多给你 让你可以慷慨些 于是乎就再加多些给你 让你可以再慷慨些 那我很想 趁未发生之前 我就很想真是今次体会一下 和大家一起体会一下 上帝会怎样祝福我们一个慷慨的云体 以至于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善事 在这里和你分享这件事 亦都鼓励你 如果你的教会在这段期间 亦都有一些的措施 是能够削减到开支 又或者你有些渠道 你会更加的慷慨的话 都欢迎你在comment那里留言 和我们分享 让我们亦都向你来学习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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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声 的